先來看到新北市永和的樂華夜市內 有一棟大樓 今天凌晨突然起火 大樓內是農業密布 消防人員趕到現場後 雖然很快就將火勢撲滅 但有一名七十歲的婦人倒在浴室 手腳燒燙傷 當場失去呼吸心跳 送醫後還是傷重不治 那批警消趕到現場 拉齊 水線管救 事情發生在二十六號 凌晨三點多 永和樂華夜市一棟大樓 八樓作為分座套房 卻突然發生火警 消防人員獲報後 段時間內就將火勢撲滅 在現場也發現一名受克病咒 這名婦人被發現時 手腳有多處燒燙傷 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送醫後還是傷重不治 房間內的廚師機以及床鋪 都被火勢撥擊 消防人員不排除是電氣 引發火警 但詳細的起火原因 還有待火掉人員 進一步調查 華視新聞 林明威 炸廠康 黃定軒新媒報導 會發生火傷 農車 他聽到封區 北俊